千古奇闻龙中队为当时穷途末路的刘备点燃了希望之灯 同时也为诸葛亮自己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 但是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龙中队只不过是只唱谈拼 而且之前就有人做过类似的战略分析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篇作品呢 敬请关注一中天品三国之龙中队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地来请诸葛亮 于是三国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龙中队 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龙中队中的精疲见解表示非常推崇 可有人说龙中队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 未免有至上谈兵的现象 那么朱可亮究竟想在龙中队中表达什么呢 龙中队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分析龙中队策的奥妙之处 义中天拼三国之龙中队策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这一集我们讲龙中队 什么是龙中队呢 所谓龙中队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龙中的一次密谈 三国志说得很清楚 殷平人约 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 甚至我估计 连关羽张飞 都离开了那个历史 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 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 刘备说 汉氏秦腿 奸臣切命 主上蒙臣 孤不度得亮丽 欲信大义于天下 而智术前短 遂用猖獗 至于今日 然 智游未已 君位 即将安出 这是刘备的提问 这一段话呢 历来不太被人注意 认为这不过是 一番套话 一个帽子 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 穿鞋戴帽 要有一个起头 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 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 汉氏秦腿 奸臣切命 主上蒙臣 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呢 已经很危险了 曹操这个奸臣呢 掌握了国家的政权 而我们的皇上呢 实际上是在落难 这一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 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 因为他是所谓帝氏之咒 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 后代这个身份 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 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表明自己心系王室 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 保证他政治上正确 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 才能够得到理解 才能够得到同情 那么接下来的那么一段话 也不是空话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 说明情况 宣示决心 表达诚意 提出问题 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 智术 前短 遂用猖獗 什么决心呢 自由未已 这样才提出了 君位即将安出 请足下说说看 我该怎么办呢 他这样一番心意 他这样一番心意 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 也是同情的 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的明白 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 君位即将安出 不是说主上蒙臣 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 该怎么办 而是我刘备 智术前短 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一直寄人篱下 颠沛流离 成不了大事 该怎么办 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从 奸臣切命 主上蒙臣说起 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是什么呢 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式 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式是什么呢 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喜 跨州联郡者不可深属 什么意思 就是自从董卓作乱以后 各路诸侯纷纷割据 抢占地盘 我们大汉王朝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 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在这样一个形式下 我们该做什么呢 很清楚 我们也得抢地盘 因为你不管你的政治理想 政治报复 政治目标是什么 是实实在在的 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 还是为了实现 实现个人的野心 那不管你是什么目标 也不管你是什么报复 总之 都有一个前提 必须有一块 根据 在这个刘备和诸葛亮 这一问一答当中 是很有文章的 而诸葛亮对刘备 提问的回答 是非常实在的 我们很多人崇拜诸葛亮 在我看来是没有崇拜到点子上 就诸葛亮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 就是他的务实精神 刘备他出于那样的一种身份和立场 他必须从奸臣窃命 主上蒙臣说起 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 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 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 就得来点干货 干货是什么 咱也弄一块 在龙中的对话中 诸葛亮开篇就给刘备 赐了一个定心碗 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 关键存在 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 才能实现个人的理解 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 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 才能谈得上恢复汉事 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 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他又有什么资本 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 下面的问题就是 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 寄人篱下 要啥没啥的 也能弄一块 诸葛亮说呢 为什么呢 他说 你可以看看曹操吗 他说曹操比于元少 这名为而众寡 然曹 虽能克少 以弱为强者 非为天使 亦亦人谋也 你想想当年曹操和元少两个比 曹操 名为而众寡 名声没有元少大 人马没有元少多 但是最后怎么样呢 那曹操把元少干掉了 什么原因呢 一个叫做天使 一个叫做人谋 也就是说 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 告诉刘备 尘是在天 谋是在人 看你会不会谋 如果会谋 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 你这个情况 你呢 就好比当时的曹操 曹操呢 就好比当时的元少 曹操能够以弱胜强 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 强弱 他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永恒的 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 而我们知道辩证法 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 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 相互转换 弱者可以变强者 强者也可能变弱者 条件是什么呢 非为天使 一亿人谋也 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 那还不解决问题啊 下面诸葛亮 再实实在在的 汐流被谋划 怎么人谋呢 那我现在就跟你谋一谋 我们来看一看 当今这个天下 这形式 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 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 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 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北方原来 冀州 青州 幽州 并州 四州 是袁绍的 眼州 玉州 徐州 三州 是曹操的 现在曹操已经把元少灭掉了 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了 那么曹操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去 打他的主意呢 祖格亮说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曹操永百万之众 携天子而令诸侯 自成不可与争锋 这个太厉害了 政治上正确 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 保卫皇帝 力量又强 这个的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 那么再看下面东边 江东地区 这块地方怎么样呢 诸葛亮说啊 说孙权 具有江东 以利三世 国显而名富 贤能为之用 此可以为源 而不可涂业 这个地方啊 已经经过父兄三代的经营 政权非常的巩固 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跟他联合联盟 也不能打他的主意 那么可以打主意的地方呢 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荆州 我们来看看地图就知道 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 荆州当时号称七郡 也号称八郡 因为他当初有一个郡呢 这个张宁郡呢 是有时候涉 有时候废的 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 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 他的北面 是汉水和棉水 他的南面 是现在的广东广西 他的东面 是现在的江苏浙江 他的西面 是现在的重庆四川 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英雄用武之地 这是个好地方 更好的是什么呢 其主不能守 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 他守不住 所以诸葛亮说 此代天所以之将军 将军岂有异乎 这个地方就是天 准备送给你的了 要不要啊 这是明知故问 刘备这个时候 上无片瓦 下无利罪之地 随便给他一个地方 他都得要 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 还有不要的 所以不需要回答 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 接着再往下讲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益州 看看地图就知道 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 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 包括现在的四川 重庆 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就是汉州 就是汉州 巴州 蜀郡 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 这个范围之内 尤其是汉州平原 和成都平原 这两个地方 诸葛亮说是 落叶千里 天府之土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成都平原 那是天府之国 而且四面十山 当众一个平原 落叶千里 四季长青 物产丰富 一手难攻 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 就是在汉州平原发祭的 他封的汉王 所以诸葛亮说 这也是一个好地方 而这个地方呢 现在属于谁呢 属于这个地方 属于刘章 汉州属于张独 这两个人都不行 都不是好领导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 自能之士 斯德明君 都盼望着 有一个英明的君主 去领导他们 那意思说 这地方也是天 准备送给你的 可以想象 在当时 很弱迫的卢贝 听了诸葛亮这一番 精辟透彻的分析 心中一定是暗息 认为自己 兴富汉士的大爷 终于有望 可是刘备是当时军阀中 最弱的 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 远远比他强 就连刘表 刘章 张鲁的实力 也不如 那么诸葛亮说的 如此诱人 刘备 难道没有自知之明 诸葛亮为刘备的 指点迷津 究竟可行吗 刘备凭借什么 才能实现自己 恢复汉士的梦想 好了 这两个地方 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 那不要白不要 他当然没有明说 我们也懂这意思了 我们就把它挖下 挖下了以后怎么样呢 诸葛亮说 以将军灵的身旺 信义拙于四海 以将军灵的身份 帝势之咒 再以将军灵的号召力 总乃英雄 似贤若可 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名望 有这个号召力 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 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 地里面 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 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 联合孙权 那意思就是说 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 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 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 一旦天下有变 您就派一位上将军 从荆州北上 取道晚城 进攻洛阳 将军自己 从益州出发 取道秦川 进攻西安 那个时候 天底下的老百姓 还不拿着酒 拿着菜 拿着饭 拿着肉 夹到欢迎将军您吗 这叫做天下百姓 俗感不单是胡将 以将军这乎 如是 则霸业可成 汉事可心意 如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就成功了嘛 这一番话说的 刘备 是醍醐灌顶 如梦方醒 恍然大悟 哦 原来 所谓霸业或者地业 就是这样实现的 太好了 他说 善 太好了 太好了 当然 这个最终的目标 没有实现 如果实现了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 要出现一个厚厚汉 因为你不好 他再叫他什么 只好叫厚厚汉 那么这个目标 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因为诸葛亮说的很清楚 实现这个目标 有一个前提叫做 天下 有变 也就是北方 曹操那边啊 要自己出乱子 要出问题 那么不出乱子 不出问题 天下无变呢 刘备没有问 诸葛亮 也没说 为什么呢 用不着 刘备是什么人 乾隆 诸葛亮什么人 卧龙 两条龙在那说话 要说的那么清楚吗 要说的那么直白吗 要说的那么赤裸裸的吗 用不着嘛 心领神会嘛 天下无变怎么办 天下无变 咱就在荆州和义座待着呗 那么好两个地方 吃个七顿八顿的 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诸葛亮给他做的这个规划 是进可攻 退可守 最高纲理 实现地业 皇帝 统一中国 不行的话 三分天下 成就霸业 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 所以刘备非常高兴 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 大概就是 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 到了刘备军中 经常和刘备谈话 结果两个人的情好日密 感情一天比一天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 关羽专飞说 这本来是我们割衫 我们是食则同气 寝则同床 铁都不能再铁的哥们 怎么这当初插了一个 诸葛亮 而且我们哥哥对他 这个好像 就像老鼠爱大米 他有意见 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 你们不要有意见 说我有了孔明 就像鱼有了水一样 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 是鱼儿爱水 这样两个才 没有意见 诸葛亮做的这个农中队 此刻还是空头支票 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 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 因为他设计的方案 第一不是拿下荆州 荆州是谁的 刘表的 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 宗室 一家子 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 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 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 他也不能篡夺 刘备说 你把刘表做了 不能讲 这个话是不能讲的 刘备也下不了手 他们两个都要等机会 所以诸葛亮说的很清楚 其主不能守 此代之天 所以之将云乎 也就是说 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 但要等到 其主不能守 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 那送不上门呢 等着呗 你只能等 荆州对于刘备来说 只能巧取 不能豪夺 诸葛亮的龙中队 给穷途末路的刘备 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在当时 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 二十七岁的刘处人 能正确地评估 各派政治势力 能审时度势地 制定出一个 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 并很早就预见到 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 这确实是难能可归 可是也有人认为 诸葛亮的龙中队 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 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 当时也有人提出过 那么 谁具有这样的远见着水 刘表 终将失去金筹 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而且 早在七年前 也就是建安五年 就有人预见到这一点 而且 为孙权 做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战略规划 堪称东吴版或者孙权版的龙中队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鲁树 提起鲁树呢 受三国演义影响 绞生的观众朋友 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 忠厚老实到迂腐的 程度的这么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 鲁树讨荆州 鲁树一去讨荆州 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 为之大爱河 诸葛亮说你会哭吗 刘备说会啊 鲁树来的你就哭 这鲁树一去讨荆州 刘备就哭 哭的鲁树就没有办法 说哎呀 这个事就别 有话好好说 不要哭吗 你看你哭成这样 我这有餐饥纸 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 其实不是的 鲁树是一个很狭义 很豪爽的人 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 曾经向鲁树借粮 鲁树都看了这个大地主 家里很有很有钱的 鲁树当时的家里有两群粮 群就是圆形的骨仓 每一个骨仓里面 可以放三千弹骨子 加有两群 鲁树就指出 你拿一群粥好了 这叫做此群相正 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 说这个很豪爽的人 而且鲁树也是一个 很有政治头脑的人 他投奔孙权以后 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 单独秘密谈话 叫做喝他对饮 什么叫喝他对饮呢 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 拼起来 面对面的喝酒 喝酒的时候 孙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孙权说 汉士轻微四方云绕 这个意思和刘备说的 汉士轻腿 是一样的了 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 我孙某呢 继承了父兄的事业 也想有所作为 私有还文之功 我也想做个齐还功 敬文功 称霸一方 维护天子 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 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 来帮助孙某 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 鲁树当场就 给孙权泼了点 漂凉水 说以鲁树的余见 将军您当不成 齐还功 敬文功 为什么呢 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 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还功 敬文功的 没当成 为什么 有相语 有相语为害 相语造乱 现在 我们当今之世 曹操 就是相语 所以你当不成 不过呢 当不成齐还功 敬文功 不等于 将军您无事可干 当不成 齐还功 敬文功 当什么呢 当皇帝啊 然后鲁树就说了 说了两句 非常重要的话 汉士不可复兴 曹操 不可足处 就是大汉王朝 是再也扶不起来了 你就别扶了吧 当什么齐还功敬文功 要敬文功 不要去扶他 曹操呢 一时半会出不掉 力量太大 那应该怎么样呢 鲁树说 顶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信 就是你现在应该 牢牢的守住你 江东的这个地盘 等待北方发生事情 他跟诸葛亮说 天下有变 是一模一样的 鲁树说 一旦北方出事 将军您 就西进 先消灭皇祖 就是刘表的部将 守在江夏郡 就是现在武汉市那块地方 先 讨伤皇祖 再 消灭 刘表 再 进攻 益州 把刘章 那个地方也拿下来 和曹操 化江而至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剑号帝王 以徒天下 这个时候 你就称皇帝 然后再找机会 北上统一中国 在乱世的汉国 除了诸葛亮的龙中队上 还有一个鲁树版的龙中队 历史上的鲁树 并不像三国演习中 所描述的那样 忠厚和愚符 其实 他也是一个 能够审视图示 和深谋远立的政策家 鲁树对当时实施的设想 和诸葛亮的龙中队 可以说 具有异曲同工之表 他们都把曹操 看作是头炮敌人 而且都认为 曹操一时半会儿 消灭狐狸 另外 他们都主张 先三分后一统 那么 这两个版本的龙中队 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武树的这个龙中队 和诸葛亮的龙中队 有所不同 虽然他们都主张 先三分后一统 但是鲁树的三分 和诸葛亮的三分是不一样的 鲁树的三分是 孙权 刘表 曹操 诸葛亮的三分是 刘备 孙权 曹操 都有孙权和曹操 另一方呢 一个是刘表 一个是刘备 这个不奇怪 因为鲁树的龙中队 是在建安五年提出来的 那个时候 刘备 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 在哪呢 那按建安五年 我们知道是关渡之战的 那个年代了 鲁树怎么会想到 把刘备算一份呢 而诸葛亮是 替刘备谋划 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 而等到 这个赤壁之战以后 甚至在赤壁之战之前 刘表去世以后 鲁树就迅速的调整了政策 就马上把这个三分天下 那一分呢 从刘表换成了刘备 第二点不同呢 就是诸葛亮提出来的口号 或者说他最终极目标 是霸业可成 汉室可兴 汉室呢可以兴复兴 而鲁树是明明白白的说 汉室不可复兴 这是他们的不同 这是立场的不同 因为诸葛亮要辅佐刘备成就大业 他必须打出 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 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 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这是第二点不同 第三点不同 就是鲁树的战略规划 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 就现在已经三分 孙权刘表曹操 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 先消灭刘表 塞西晋拿下一周 和曹操化疆而治 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 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 先拿下荆州 再拿下一周 把西边这块地方站住 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 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 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 这是两个版本农中队 第三点不同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鲁树的这个方案 孙权采纳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鲁树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建安五年 这个时候孙权才十八岁 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 屁股还没有坐稳 内部闹个没完 他哪有这份心思 一统天下 他也没这个能耐啊 所以孙权就打了一具官腔 哎呀 孙某尽力一方 那是为了辅佐汉王朝吧 你说的那些事情 他是不能考虑提 所以你别看他小小年纪十八岁 还是未成年人 按照古代古人的规矩 古人二十岁行冠 你是才成人嘛 还是个未成年人 政治上已经非常老到了 但是到了建安十二年的时候 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 也有了这个贼胆 还有了这个贼力 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 旧话重提 说我们打黄祖吧 这个人是谁呢 甘宁 甘宁啊 原来是刘表和黄祖的部下 但是刘表和黄祖呢 都不重用他 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 谁介绍的呢 周瑜和女蒙 介绍到孙权 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 同于旧城 那就把他当做老部下来看待 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 说什么呢 说汉拙日威 曹操弥交 忠诚串道 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 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 荆州的主人刘表 律记不远 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律的 看问题 蜀目寸光 儿子又裂 他两个儿子又很差 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 所以去请将军 及早下手 他说了四个字 不可厚超 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 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 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 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 就是张昭 张昭说什么 不能这样 我们这个东吴 我们江东集团 现在是战战兢兢 如律薄冰 必须小心谨慎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地出去乱打呢 张昭为什么要反对 孙权 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 请看下集 江东基业 刘邦当了皇帝 他的劫发妻子 吕智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吕后 吕后身在后宫 本来不应该干预朝政 为什么他竟然在刘邦 仍然在世的时候 就跳到前台 对开国功臣大肆毒杀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 出漏争人